作词 李宗盛 增长会背负起 越来越多的包袱 家人的寄托 伴侣的期望 外界的看法 还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明明已经很累了 却还要种作坚强 还要入无其事地 咬牙坚持下去 一位北京的听友 给我分享了他的故事 他说 来北京开饭店两年了 昨晚等着最后一批客人 结完账已经是凌晨三点 回到租的小房子里 还没有来得及洗澡 就突然地晕倒在地上 我不知道在地上 躺了多长时间 醒来后发现小猫躺在身边 窗外传来的小鸟 记忆喳喳的叫声 我赶紧爬起来 拍拍身上的灰尘 急急忙忙的 跑去菜市场去批发蔬菜 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母亲打电话过来 问我累不累 我当时鼻子一酸 说挺好的 现代人都活得太累了 为生活所累 为情所累 为世俗的阳光所累 可成年人没有崩溃的自由 哪怕再累 也不敢歇斯底里 明明指头一捧就碎 却还是要等到回到家 避开所有人 关上门的那一刻 才敢放生痛苦 即使内心亏不成全 却还是要修炼盈人 如果太累 及时地告别没有罪 生活已经很苦 如果你都不疼自己 谁又能更疼你呢 累了 就停下歇歇吧 别再若无其事地 假装坚强 回到家 好好睡一觉 告诉自己 慢慢来 一切都会过去的 睡醒后就继续努力 继续微笑 继续生活 人生如茶 总会苦一阵子 但不会苦一辈子 我们总会熬过去 熬过去 一定会有新的温暖 将生活延续 醒来后 一定会有新的力量 让你重振起骨 再次出发 就像这段话说的 人生在世 委屈 烦恼 陷酸 都是难免的 重要的是 你得放过去 因为推开岸壁 对面 总还有蓝天 是啊 山一城 水一城 经历了沿途风景 好坏都过去了 都给自己一个 微笑的理由 期待岁月静靠 所以 别太为难自己 这一生本就短暂 少有圆满 我们都要活得简单些 因为生活简单就迷人 人心简单就幸福 所以无论任何时候 都要记得 善待自己 累得就睡觉 醒了就微笑